这个念佛有四十里光明啊 这都是这个初步的说 实际说这个持咒接应这些功德 是片满虚空片满罚钱 是不可穷尽啊 不是在阴地的菩萨所能够推测 所能猜得到的所能了解的 所以这些功德是为佛与佛 乃能究竟 只有佛跟佛才能彻底了解 不要说我们凡夫不能 就是在阴地的菩萨还没成佛吗 成为阴地吗 菩萨也不能测制 也不能彻底彻底 实际菩萨尚且需要用咒来保护 实际菩萨不离念佛 所以这个净土宗是净土这个是密教显说嘛 所以都是一样的 菩萨大师说 禅宗开悟了都持咒 他说为什么不说呢 怕别人执着 就不讲 那么讲的有具体 具体只念三行咒 只念三行咒 这次公开的人说 实际菩萨大师说是都是这样 都持咒 你务后你也不要不就持咒 要不就念佛 他最好了 可以免魔障啊 这个魔啊 这个大家读了念就知道啊 种种的魔啊 尤其是你这个破五印啊 在每破一印 他这里头都有好多好多魔障啊 那我们都在五印之中还谈不到破运的 所以有些进步之后 常常有这遭遇魔 有人修得好好后来到了 我他觉得是很进步了 很什么 实际有的是入魔了 所以这些地方就是说 所以就许多法门很显啊 这个 所以净土法门也是这样子 跟这密宗一样 他念真言免得魔扰 这个念佛也是如此 你要念佛的话 阿弥陀佛派25个菩萨 提高世界的25个菩萨 随时随地来护制你 你们记住这个词 所以那些探风的词不理他 他们不是他们所能了解的 他们作望也想不到 那请他们看 他们说他们所看的那个境界 比那个实际的这个情形 要低的不知多少 他看不到 有个气功的我一个学生 一个这个邮电学院的 现在是教授 他的家传 他是从强盗 而学的气功 他的祖父 这个是儿孙之族 传他一个人 这人现在也做教授了 这个人前两天他来找我 来找我 他说他知道我有点病 他说黄老师 我跟你 看看病好 我说用不着了 后来就谈 他后来他跟我说 我虽然没有 约定了 他还是要试一试 他说我刚才我试了试 他说他们试之后 用他们的光 他们的气 到我的身体来 替我排除什么东西 这样子 他说我没办法 我们都进不来 他能进来之后 我才是把你的这个气 赶出来 我会觉得 两条腿都是冷的 所以我们 不依靠 我呢是 这个 我是很明显的 从气功部门都盖过解态 你就不是一张白纸了 我基本上就能给你们 经历了 那是有什么 是这种 和你 不依静 我 在我 我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